我擦雷兄弟们这都是什么 强死打捞第54天 话不多说第一捞走起 兄弟们俗话说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 水不在深有祸就行 点赞不过万一天都白干呀 呦兄弟们上货了呀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呀 难道是一个铁盒子 咱们拿上来看一下 兄弟们我感觉这里面有东西 咱们打开看看 好家伙 这是一个笔记本吗 里面肯定写了什么事情 咱们让张助理过来看看 咦张助理人呢 这熟头肉有那么好吃吗 第二捞走起 你用的是什么输入法 怼人这么快 我就问你知道错了没 错了错了我知道错了 其实我用的是 左下角的章鱼输入法 适合绝大数人 让你找我聊天主动权 春节马上到了 幸福大家庭的微信群 又热闹起来了 和哥哥姐们一起用 章鱼输入法斗图 用表情包半年送祝福 想怼人的快来试试吧 呦兄弟们 这好像是一个铁锹吧 我看着咋那么像呢 应该是的兄弟们 看到没有 这真是和李打捞 处处有惊喜啊 你看 这不是收获铁锹一个吗 再来一次 走你 走着 哎呀我去兄弟们 一个黑色的包 我去 咱们快拉上来看一看 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包还挺重的 我拉过来费了好大的力气 我去 这个包怎么那么重呀 我去兄弟们 里面全都是水呀 我说怎么那么重的呢 咱们打开看看 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家伙兄弟们 里面果然有东西啊 咦 这是一把梳子 我去啊兄弟们 这是 这是不是真的呀 我去 要是真的就发了呀 兄弟们 今天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呀 今天又走了狗屎运呀 兄弟们 咱们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都倒出来看一下 一个红色的盒子 兄弟们 这盒子里面也有东西啊 咱们打开看看 兄弟们 这里面是一个镯子呀 看这个包装挺不错的 应该是一个真的吧 兄弟们 我感觉应该是真的 真好 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了 哦 这还有一个口袋 看里面有东西 好家伙兄弟们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次要发了呀 兄弟们 今后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